欢迎收看本节目 小商场里没有搭建顶棚 也没有任何的灯光设备 孙星身后的屏幕上放着他曾经的影视作品 舞台整体布置得十分简陋 在条件如此简陋的商演中 孙星仍然拿出了自己百分之百的热情回馈 在舞台上自信唱歌 拿着话筒耐力表演 全然不管场面是否冷场 孙星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很投入 然而台下却无一人捧场 他的忘我表演遭到大众的无视 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大家似乎都不认识他 这个场景不免令人有些唏嘘 不少网友看到孙星的商演画面后 纷纷表示曾经的老戏古轮落到咆哮商演 境况落魄不已实在太清酸 还有网友表示孙星人气大不如前浪 后面屏幕不放他的作品都没人认识他 曾经的孙星可谓心服璀璨 他在《星光灿烂猪八戒》中饰演的太白金星 是一代人心中的童年经典 以天屠龙记中的杨潇一角也广受好评 在演艺圈内戏路宽知名度高 然而近年来 孙星已经不在以演员的身份现身荧幕中了 而是四处走学商演 不仅为商场开业做表演 甚至还被拍到去酒吧打碟 如今的孙星淡出萤幕 以另一种身份回归大众视野 在每一场商演中都投入高度的热情 无论表演受欢迎与否 都应该对他的敬业表示尊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录